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英迪拉甘地国立艺术中心北京大学的博士后 现任东黄研究院人文研究部部长研究员 西北民族大学兰州大学兼职教授博导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研究中心副主任 主要从事东黄学 西北民族史 中外关系史研究 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专案 重点专案 一般专案等十余项 出版的书籍呢 有39本 包括《回狐之佛教》《回狐文献与回狐文化》 《印度宗教文化与回狐民间文学》 西夏与周边关系研究 《北国时科与华谊史记》 《回忆摩尼教研究》 《霞浦摩尼教研究》 《敦煌民族史》 《唐宋回狐史研究》 发表了论文呢 也有460余篇 那我们从杨老师他的这个丰富的这个学术的著作呢 可以看得出来 在当代能够做回狐研究的这个学者呢 杨老师可以说是首屈一指 而且对于很多新的领域 包括这个《摩尼教》 杨老师也都有非常多 都非常新的这个研究 那我们能够有机会呢 接触这样子的大学者 然后来学习这些新的知识 也是我们大家的一个福报 那我们以热烈的掌声 欢迎杨老师来我们讲座 谢谢 好 谢谢崔老师的介绍 也非常感谢了在座的各位朋友 这来港大学习这很快的就两个月了 原来感觉时间很长 实际上我发现时间太短了 哎呀 不然马上该走了又感觉到很留恋 好 我今天呢 我讲的是这个敦煌文化呀 与思路文明 我讲的时候可能要讲六个问题 第一个呢就是 何为文化 何为文明 敦煌文明 啥时间开始的 第二个是 莫高枯的开枣与昌经动的形成 第三是敦煌文武的六三 第四四楼朱祖与敦煌文化 五四楼文化在敦煌 六四楼飞田在敦煌的神化 我们这里先看一下这个敦煌的 在四楼之中的 它的一个位置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叫敦煌 敦煌的东边呢 它是一条的 一条线 实际上这个就是 这个实际上的 从黄河一溪到敦煌的 这块黄河一溪是个走浪 就叫河西走浪 这个河西走浪呢 南边呢 南边的山 北边的山 正好地保护了这个走浪呢 它从这个东边呢 它连接关中平原 关中平原就和中原文化的 联系在一块了 在西边呢 到敦煌以后呢 就开始到了新疆这个范围了 这个新疆的一溪 古代就成为是西渝 你可以看到 到敦煌这个地方呢 汉文化 到此呢 这个敦煌文化呢 敦煌呢 是中原文化 汉文化的 最后的一个大背影 所以出了敦煌以后呢 就进入西渝了 所以呢 这个敦煌呢 是 敦煌呢 为什么称为呢 就是因为呢 它 它是中国人呢 去西方 出了敦煌呢 就进入外国了 外国人呢 进入敦煌以后呢 过了敦煌 就等于是进了中国了 所以在过去的人心目中的敦煌就是中外关系的一个分界点 当然 现在呢 我们不这么说了 但是古代的时候啊 是这么个情况 第一个问题我讲的是 何为文化 何为文明 敦煌文明何时开始 为什么我要讲这个 因为啊 现在我发现呢 这个 我们这个 不管是呢 这个中国的学者 还是西方的学者 是吧 都存在一个问题 把这个文化和文明啊 好像是搞不清楚 所以呢 这个现在的这 到处 到处的这个中华文明 是多年 是吧 我们说 比较呢 这个这个 这个常用的说法呢 是中华文明五千年 但是呢 现在你看 到处人们的这个 那个讲的时候 这个讲 这个讲 我们这个地方 是八千年 我们这个地方 是七千年 我甚至的 现在还有一个说法 是中华文明 是一万七千年 是吧 现在是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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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说明一个什么问题 它搞不清楚 什么叫文化 什么叫文明 我们知道这个 文化这个词 本来是我们汉语呀 我们就有这个词 我们就是讲 我们讲的是 周一上就讲了 周一上是 关乎天文 以他事变 关乎日文 以化成天下 所以就出现这个 文化这个词 这个文化这个词呢 咱们中国是固有的 但是呢 我们现在呢 我们用的这个 这个文化这个词呢 用英语是culture 这culture实际上呢 是用咱们汉语的这个词 来定义的culture 这个应该说是 它的意思呢 还是比较准确的 但是这个 这个话呢 它是用华语 交话的意思 这文呢 它讲的是天导的规律 所以呢 它是这个意思 那么这个文化呢 这是我们汉语的文化这个词 但是在那个 在英语中的这个词 文化这个词呢 它类似于拉丁语 culture culture 它的词根是什么呢 它词根呢 是culture culture的意思是耕作 所以我们看那个 英语的词汇的时候 你看 agriculture 它是弄一样 它鸟类 是一样 agriculture 它水产的 agriculture 这个花卉 deppy flower culture 它是这样的 这个culture里 它表示是 配语的意思 它是一个呢 它是个耕作 它一样的意思 那么我们知道 这个世间 四大文明 这个四大文明呢 它 我们可以 从来可以看到 这个 尼罗河流的文明 凉河流的文明 这个印度河流的文明 这个 黄河流的文明 我们可以看到的 它基本上 处于一个 大体相同的 维度上 一般是在 亚热的 和暖文的 文的 中文的 就在这个范围之内 一般情况下的 这个文明 它很难出现在汉代 因为那个时候啊 人民能够 战争自然能力太弱了 如果是在汉代 根本无法生存 那么也不可能的 热带 为什么 热带啊 因为它无产太丰富了 太丰富以后呢 它不需要 结果老子 它就可以获得的 基本的食品 所以呢 在这桥解 特别好的地方 和桥解 特别弱的地方 都不可能形成文明 所以这这文明呢 它形成了一个桥解 就是说 经过自己的劳动 经过新奇的 这个创造发明 能够的 吃饱 能够的活下来 就这种条件呢 最容易创造文明 所以我们世界 最古老的文明呢 都差不多在 在这个地域上 那么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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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语的文化呢 它是 它或者 耕种 这个是有关系的 那么呢 这文明这个词 怎么来的 文明这个词 我们知道是 civilization 它这个词 词根下呢 civ civ的原始 含义是什么 是使民 这同样的 表明一个问题呢 这个 这个文明呢 是和城市 是有关系的 所以我们现在 你看我们 现在这个 这个英语中的 一个词汇 这个city city的 它词根下 就是civil 就是city 它怎么演变过来的 事前来我们说 就是 就是 卡尔特 是和耕作 是和农村有关系 civil呢 是和城市有关系 所以我们就 这两天 我们就好理解 什么叫文明 什么叫文化了 所以这个 这个文明呢 它是个 离世阶段的含义 因为呢 它主要讲的 这个恩格斯 它的家庭 私有志和国家的气缘中 它像人类离世的 画氛围的 野蛮时代 蒙昧时代 野蛮时代 和文明时代 它那个蒙昧时代呢 实际上就是 我们的小孩子时期 实际上呢 这个 只有发展到 野蛮时代呢 才有可能的 才发展到 文明时期 所以呢 这些呢 我就呢 我想想 我想想 大概都可以明白 这个意思 我就那时候呢 我就简单提到 这个地方 那么呢 我们讲的是 什么 什么时间 才进入了文明时代呢 进入文明时代 有三个标志 第一个标志 是有了文字了 有了文字了呢 才算进入文明了 第二个标志了 是有了称式建设 第三个标志了 是金属工具适用 而这个称式建设 和金属工具的适用呢 它又是互相联系的 如果没有那个 金属工具的适用 称式的建设 是很难推动的 如果没有称式的建设 没有金属工具 没有称式建设 文字是很难发明出来的 文字呢 必须使 不懂多的人 去称式建设 形成了一个权威 在这种情况下呢 才能够有可能的 创造出文字 如果是在分散的论业 它是不可能 创造出文字的 所以呢 它这个 它这个能 它是三德的 它是三为一体的 我们现在讲 讲文明 文明我们首先 讲的是 古埃及的 详型文字 这个就近6500年 这可以说是人类的 人类最早进入文明的一个标志 就是在埃及 尼多河流域 它最早进入了的文明世界 它最近的是6500年 第二个呢 就是 就是两河流域的 血型文字 在最近的是6000年 你看这个字 这个字就像是咱们的 鞋子一样的 这是呢 是印度河流域文明 这是最近的 这4500年 但是呢 遗憾的是 这个字呢 到目前为止 认不下来 但是可以肯定 它肯定 它是文字 它表述了一个内容 只不过是我们现在的水平有限 我们无法把它扔下来 第4种呢 就是我们说的 我们说的黄河流域文明 黄河流域文明呢 这个目前我们说的 黄河流域文明呢 能够 领确的时代是多少年呢 是 至今 3500年 但是因为是甲骨文 但是这个 这个甲骨文呢 它呢 我们看的黄河流域文明 黄河流域文明 它这个字呢 它字中都很少的 但是呢 我们甲骨文不一样 甲骨文呢 尽管这个时代比它们晚 但是甲骨文呢 非常成熟 这文字是非常成熟了 和现在 现在我们用的孩子 很多就和甲骨文的写法都一样的 建造的那个甲骨文呢 有16万片 5000多个单子 所以呢 这个 像这么情况的 他们呢 不管是 尼罗河流域 两河流域 他们没有我们的这个 如此外险的 这种文字 所以那个这种文字呢 我们得说 它的形成力 我们的 它的形成力是 我们可以 是 由上推一千年 上推一千年 而且前面 这种文字 由于身中大温口 西温板坡 和那阳少的 可华富豪的 存在 自在联系 而且又有三方无地的传说 所以呢 而 大温口 杨少文化呢 是 至今是六千年 至今六千年了 所以我们得 根据这个呢 我们把那个 这个 这个呢 这个 这个加古文呢 向前的 我们三千五百年 它的形成时 我们就算是 一千年 就算是四千五百年 再加上的 三方无地的传说 所以我们推倒出来一个概念的 是 中华文明五千年 但是这是过去推倒出来的 但是现在呢 我们又通过考古发掘 比如说我们河南的二厘头啊 在那是那个 在那个这个 浙江的这个 的亮族啊 他又发现了一些 一些那是那个文明的遗志 最后呢 目前来说可以确定的 中华文明人五千年呢 这是比较确定的 尤其是这个 这个亮族文化 你看 这个亮族文化呢 这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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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亮族文化呢 发掘一致 我们可以看出的 它是程式建设 程式建设 这个程 它能建设这样子 如果没有金属工具的适用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呢 这个照程式建设 正程式建设的 必须有金属工具 所以呢 现在有了这种城市 有了这种金属工具 但是也目前来说 是最大的问题的 我们还没有找到 这个亮族的 这个地方的文字 所以你现在是 这个亮族的 从这个特定的 性质来说 才应该是金属文明了 但是目前来说 它没有找到文字 所以我们仍然的 不能说亮族文化的 就一定是金属文明 文明阶段 这是我们的 应该是我们说 中华文明五千年 这个就是说是 从理论上说 应该说是成立的 但是呢 我们现在啊 这个 有些地方 有一些 好像是要把 中华的文化 说得非常强大 是吧 所以呢 现在我们的 这么甘肃 因为我对了 我本身工作的甘肃 我是非常的 感觉很恼火的 就是我们那边 一讲就是讲的 这个 我们中华文明八千年 为什么呢 因为是我们 在西 我们的甘肃里 有个 这个 大地湾 在大地湾一支 就是这个 清安的 大地湾一支 在这里面呢 发现了呢 发现了呢 这个好多呢 比较先进的文化 这个是多少年呢 这个距禁八千年 所以呢 好多人呢 他不了解 文明和文化的区别 所以呢 他就把呢 他就把呢 这个呢 这个呢 这个我们 大地湾文化的 定位为文明 所以最后就提出来了 这个 这个 四周之路三千里 华夏文明八千年 这个就错了 我记得呢 这个 当时我记得 你要四周之路三千里 可以 那我们甘肃省的 从东 东西填水 西到敦煌 正好是一千五百公里 是三千里合适 但是呢 你华夏文明八千年 我们中华文明是五千年 这华夏 我们甘肃的华夏文明 这八千年 我说是爸爸是五千岁 儿子是八千岁 是吧 这都是非常非常可笑 是吧 好 我这样呢 这个呢 我就讲到这个地方吧 那么是那个 这个敦煌 这个地方 他是 他是沙特叶 金融会面社会的 敦煌是一样的 他很简单 敦煌呢 他的进入文明社会的历史 是汉朝 因为是我们讲的这个文明 是以文字积载为依据的 在汉朝以前 敦煌这个河西地区是没有进入文字积载的 他可以说都没有进入文明阶段 到汉无敌以后呢 敦煌呢 才进入文明社会 我们可以说是敦煌的历史 你可以讲到断油旧 断油旧 但是敦煌的文明时 这是从汉朝开始的 两千多年应该说是 好 提了个问题 我将这个摩高窟的开凿 与藏经组的形成 这个摩高窟的事件于十六国时期 当然这个到底的是什么现在形成的 这个就是我们只能的根据这个历史记载啊 是怎么推测的 他是汉朝时候 有个李克人 重修摩高窟福堪北 在这个北上记载啊 说前期监院二年 就是三六六年的时候啊 僧人乐尊 这个乐尊 我们他就有些人把中的约尊 这是错的 他是一个人乐尊 突经明沙山 互见金光闪耀 入险万富 于是呢 别在压壁上开刀了 第一个是苦 此后呢 发亮禅师 又继续在此修建 碳枯 所以从那满满的的 灯荒这个地方啊 就出现了这个 这个那这个那个这个这个是苦硬件呢 就满满的兴起了 我们呢 这个将来这个这个乐尊的将来的这种情况呢 实际上呢 我们的原来的时候 我们都认为啊 是不是那个这个历史上呢 就是呢 这个那个 以前的你们的这个那个 为了宗教出于的宗教宣传 编造出来的 实际上呢 这种情况呢 这个呢 这个这个 这个后来又出现过两次 1986年那一次的时候 我们参加藏事学会 我也是亲自经历的 只是我没有看到是吧 只是我没有看到 他们的这还 到我们注意的时候呢 他就没有了 就突然的这个 就太阳呢 就那个落山的时候 这个那个是那个 这个这个 这个莫高库里前面的 就出现了这个出现了乐尊的 他那时候 记得了这个情况 这是第一次 第二次的是 我们凡金石院长 凡金石院长呢 他们又有钱万象 他们也看到过 但是那个时候呢 有那这个 就不能拍照说 有那记录不下来 他们只是那么 这么一塞 确实呢 就能维持了 说是那个 这个一定分工 这个就是 明天山的 乐尊的一个纪念堂 那么大家呢 就讲一个问题 说是 为什么呢 在这个沙漠上 能形成一个 莫高库 我们讲啊 这个莫高库啊 它形成啊 它有那是 它有各种因素的 它第一个因素 是地理环境 你要有石枯 那就要有短牙 有悬崖峭壁 我们 各位如果去过敦火的话 都看到 明天山呢 它本身就叫悬崖峭壁 它进了个 它有水源 而莫高库的前面呢 正好有个大悬河 大悬河的水是很小的 但是呢 那枯的是够喝了 这个供申诉 喝水用 那是没有问题的 第三个是 一般的这个 这个福教的寺院呢 建立寺院 它都有个条件 要离开的 它将有清净 福教将有清净 所以它一般的 它会离开的城市 但是呢 又不能离开台渊 离开城市 台渊的话呀 它不利于这个信徒啊 那里的朝拜 那里的上乡是吧 所以一般情况下呢 我们说 这个寺院呢 一般是距离城市的是5公里 到40公里之内 这是个比较合适的范围 而莫高库的实际上呢 距离敦煌市的 距离的是16公里 现在是我们看的25公里的 是我们坐车的 坐车绕了个弯 是25公里 如果从莫高库 进城是16公里 所以这个距离呢 也是非常方便的 这是那个地理环境 这个那个环境呢 是历史历史缘由 这个历史缘由 就是在敦煌古代呀 可以说是呢 它是因为是 在四周之楼呢 从它通过 通过以后呢 尤其是这个 这河西走浪 河西走浪呢 北边是山 南边是山 正好一个天然的平等 包括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四周之楼呢 通过河西走浪 东向东的进入关中地区 和关中连接一块 向西呢 开始经营西域 而中间这个地方呢 这河西走浪的地方很狭窍 它最跌的地方呢 只有几公里 最宽的地方有200公里 所以在中原王的强大的时候 这河西走浪呢 它无法形成 核举政权 它必须的 归顺中央 所以呢 这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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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的这个 经过这个 这河西这个地方呢 对于沟通这个西域 沟通中原 是最好的地方 而且是尤其是到了 维基南北条时期 那个时候呢 这个中原地区啊 打乱 只有河西地区的 非常安稳 所以呢 后来呢 这个叫中原地区啊 这个这个 这个大管鬼人呢 叫温人呢 最后呢 都往河西逃 所以呢 当时我们呢 万能时候有一个 连着方向 一个方向是向南逃 进入了江南地区 一个是向西逃 进入河西走了 但向南逃了以后呢 仍然的战争不断 只有向西逃 进入河西的 这一部分呢 基本上是安稳的 所以呢 在维基南北条时代 有个说法是 赫西走浪之父 家天下 那个时代的 赫西走浪啊 是天下最父的地方 所以我们呢 这样的这个 在全国各地的佛教 差不多 都是那维基南北条时期的 由敦煌和赫西的 僧人 传过来的 所以那个时候的 敦煌和赫西的 它是呢 很富庶文化 还发达的 第三个是 中外往来 中外往来啊 以后呢 就我看了 就看了 下面看了两个词 一个词叫 塞定迪亚 一个叫 印度切纳 这个事情有个字叫 这个我们知道的 这个斯坦尹呢 斯坦尹 他在敦煌考古 考古的时候 他出了一本书 他这个书叫什么呢 就叫个 塞定迪亚 那么这塞定迪亚是什么意思呢 过去我们这个学者们都搞不清楚 最后呢就把塞定迪亚翻译成啥呢 翻译成西域 把塞定迪亚翻译成西域 实际上是 翻译成西域是非常错的 为什么翻译西域是错的呢 因为我们知道呢 是敦煌一息才叫西域 而斯坦尹这本书的塞定迪亚这本书的 它的主要内容 绝大多数讲的是敦煌 而不是西域 所以呢 翻译西域是错的 为什么是错的呢 因为是他们不知道塞定迪亚啥意思 这塞定迪亚 大家这个可以看到 后面的这个大家就清楚 印度 是不是 后面是印度 后半部是印度 前半部是什么 前半部是塞尔 塞尔啥意思 希腊语中国 中国的意思 希腊语叫塞尔 把中国叫塞尔 在罗马语中的 把中国叫塞里斯 塞里斯 实际上都是塞尔 大家明白了什么意思呢 就是中印文化 文化交汇区 在这个区域里 中国文化占主导地位 印度文化占次要地位 大家可以想象 我们敦煌是不是 是不是这个情况 印度文化占主导地位 不是中国文化占主导地位 印度文化占次要地位 我们在新疆是不是这样子 新疆也是 所以自己要塞尼比亚 我们知道在古代的时候 这是在东亚的 在亚洲地区的文明 文明交汇 主要是三个地方 一个从西亚向东进入中原 一个是从印度的 进入中原 但是他们进入中原的时候 印度的因为有喜马拉雅山的相割 喜马拉雅山那么各种各种以后的 印度和中国的交往 他必须的和西亚一样 都是经过新疆 这是一条道路 第二条道路呢 是印度的这种文化的 向南传播 传到了今天我们说的中南半岛 但是这个中南半岛的 这个概念呢 是1976年才提出来的 在1976年以前 没有中南半岛的这个概念 原来叫什么呢 原来叫 这一块的中南半岛 原来叫印度之大 印度之大啥意思呢 就是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 在这个地方交汇 在这个区域内 中国文化占次要地位 印度文化占次要地位 大家如果去五格式库 去过的这个面前 去过泰国 大家我相信都有这种体会 实际上就是连 中文文化也是中文文化交汇 实际上就是说这 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的交汇 两个天 一个天猪南半岛 一个呢在新疆 而在新疆这一块呢 毕竟这里就是敦煌 所以呢 这地理条件 历史条件 中文文化交流的 这三个条件 共同促成了敦煌的形成 敦煌莫高库的文化 敦煌莫高库 为什么能够的能够繁荣 敦煌的 敦煌时代地盘很大 敦煌的地盘相当于台湾道 和台湾道差不多 就相当于海南岛 但是它的人口是很少的 在唐朝时候 人口多的时候 它只有两万二千人 今天的敦煌市 也只有十八万人 所以它这个 它人口呢 它是很少的 但基本上是很大的 所以它这个古代的时候 它临闻了这个东来的希望 它都要经过的 因为这个古代的道路 它都要沿着驴舟 哪个地方有驴舟 要沿着驴舟而行 它不是说随便走 随便走啊 没有水 那会渴死的 会饿死的 所以它必须的 要沿着水源走 所以这个 古代的那个楼线 它很明确 比如呢 到敦煌以后呢 一到冬天 这么走 冬天呢 一条道路是 像 经过塔利姆喷吉的 碑边走 为什么 那个地方呢 第一是平潭 第一平潭呢 河全接了兵了 接了兵以后呢 所以呢 人们从那个 从那里过去呢 是最好走的 夏天怎么办呢 夏天要沿着的 昆仑山 沿着的 你看这 这新疆 冬天呢 冬天 冬天要往这走 夏天呢 要往这边走 因为这边呢 它沿着昆仑山的 背路 山是比较高 而现在 这个地方呢 它比较凉霜 凡人得好走 所以它 它里面是 是这么 这么这么走的 你看 到敦荒 到敦荒这个地方呢 两条路线 一条路线呢 沿着这个路走 另外一条路 就像 这个山果 它一般都是 这样走 所以呢 不管是怎么走 都必须经过敦荒 所以那个 国内的敦荒呢 可以说是 是中国对外开放的 唯一的口岸 大家来呢 可能相当一个问题 那莫高枯是这么形成的 那创景栋 莫高枯 因为那个时候呢 这个中国人 细行 除了敦荒以后呢 就进入外国了 所以他们这个时候呢 都要在敦荒呢 这个地方啊 要烧香 白福 要祈愿 祈求的 一楼平安 而西方的人呢 来到敦荒以后呢 来到以后呢 第一次踏入的 中国的土地 他们也是幸福的 幸福的以后呢 他们要 也在这种烧香 白福 希望的 这一楼平安 所以呢 这种敦荒的 莫高枯的繁荣 就是因为 各这正因素 僧人 使者 商旅 温人 军队 做的 不管是东西的 希望的 多的 这叫做啥 所以就形成了的 莫高枯 这么的这么一个 一个的 一个文化 常识的地方 所以我们说是 敦荒 莫高枯 可以说是 东西方 文明 交往的 给人类的文明 带来的 第一份 馈赠 那么在莫高枯 莫高枯的 敦荒之所以呢 出名 是因为 莫高枯的 一个 藏经洞 这藏经洞呢 感觉 反正 各位如果 出了敦荒的话 都要看他 都会看 藏经洞 藏经洞是 很小的 他只有的 九平米那么大 九平米 那么大 但是呢 他那里边呢 装的 满满当当的 装的 全是固书 所以呢 这个是 但是藏经洞 是啥县封闭的 我们不知道 但是从藏经洞里 我们能看到的 有年代的 写本 最弯的意见呢 是贤平五年的 是一丁零二年 从此以后呢 再没有了 没有呢 这个 没有一个人 没有年好了 所以那是 我们一般 把定性为的 就 一丁零二年 以后 封闭的 那么为什么 会形成的 这个 一个藏经洞呢 这个是 学术界 有各种的 各种说法 过去的时候 最流行的说法是 藏包的 是把宝贝都藏起来 但是宝贝藏起来 对不对 过去的时候 都这么说 后来才发现呢 有问题 为什么呢 如果你说藏包的 那为什么藏经洞的 发现的附近那么多 是吧 没有意见是完整的 那如果是藏包 那应该把最好的藏进去 那藏经洞的发现 那个附近的 没有意见是完整的 那你说 他是宝 还有一些人是什么呢 藏的是 小孩子的 儿童作业 他作业 我说 我我我 想十个 你你 你想十个 是吧 实际上这是 这是孩子们的联系门 那建设的藏包 那你把孩子们的联系门放进去 也是宝妈 所以他讲不通 讲不通后来又有一件 说是飞起书 是飞起了 那飞起书呢 就是说是呢 把不用的东西 全把它放起来 那就不飞起了 那飞起书也存在问题 存在什么问题呢 因为是呢 在在那个时候 一定这样的年 在那个时代啊 敦煌时候 中原王朝的 是呢 联系不密切的 那时候敦煌人呢 不会造职 不会造职敦煌人呢 他们制作出 中原地域来的 所以呢 那个时候啊 得到职非常难 所以我们看到的 那个敦煌蟹奔中啊 可以看到 这个一个一个蟹奔的 这个 一个蟹奔的 是不想写很多文献 这个正面用完了 用背面 背面用完了的 在字里横着间 还要写字 那说明一个什么问题的 说知识很高贵的 那敦煌的 躺在那么多附近是吧 那背面都可以用啊 那你说 他的飞起的也不合适 第三种说法的 说供养术啊 就是说是 就是为了的 把这东西放起来 做供养 那做供养的 也有问题 那就做供养 把父亲供养了 可以 你把小孩子 做爷们是吧 那有啥供养的 是吧 所以也存在问题 那到底是个什么原因呢 我们今天 说不清楚的 但是我的想法是什么 我的想法是 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中华文化传统啊 我们有个说法 我们呢 叫静息自知 静息自知 自是 这个藏吉耶发明的 他把那字里 写在纸上 在写的啥呢 写的前是空腹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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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当卫生纸 不能随便扔 这个 你们呢 年轻人可能没感觉 我小时候 我父亲呢 都经常跟我说 反正是有自的纸 是不可以当卫生纸用的 静息自知 反正有自的纸 有自 没有自的纸 可以当卫生纸 有自的纸是不可以的 所以呢 这个那个 这个摩克库里 反正是有自的 那个纸里边放起来 会不会的 就是呢 他就觉得呢 这些东西不能随便扔是吧 会不会是静息自知有关 所以说 这为什么 把他封起来 他确实是说不清楚的 第三个我们讲的是 敦煌温武的六三 因为这个敦煌学 与这个敦煌温武的六三 也是非常有关系的 这个哭的 这个就是摩克库的 今天叫十七窟 这一窟的叫十六窟 这个十七窟的就是十六窟的 十六窟的墙壁上的 在墙壁上的涌化了一个洞 这个洞实际上的 干啥用的呀 这个洞原来这个洞是很明确的 是武真活上的一个英窟 武真呢 是敦煌的一个非常著名的高僧 最后是他曾经去唐朝 唐朝给他发了个高僧 让他在赫西地区里当副教的通知者 所以这个人地位很高 后来他去十一窟 就挖这个窟 给他做个影窟 所以这套窟里面有这个武真的高僧 还有武真的一个塑像 但是这个窟等1900年发现的时候 这个窟里面呢 武真的塑像就没有了 搬到外头去了 搬到外头去了 这个是 可以看到你看这条放进去全是这个景卷 当时是1900年呢 6月21号的时候啊 这个王导师呢 古人呢 在这个敦煌石窟的 这个清理的洞窟的 在清理洞窟的过程中啊 就发现了这个枪壁有空的空洞的声音 他最后把枪壁打开 打开口的 当时他们认为啊 在里面肯定是藏包的 所以他们呢 他们呢就就非常的呢 这个精神的把洞打开 把这打开口呢 就发现里面啥都没有 确实在在他看里面 确实在跑书是吧 这个这个窟就是几窟 这个是石榴窟 这个石榴窟呢 这是超市窟与云市开的窟 这就是王导师 一个呢 一个很猥琐的人 一个小人物是吧 他本身呢 他是忽悲的马成人 马成人的后来呢 他最后呢 因为家导那个贫穷 套皇到了九泉 最后是 他那个当兵 当兵以后呢 后来当套兵 又入导 当了道士 但是呢 这个这个说不清楚的是哪呀 他一个道士 最后不知道呢 为什么 他又去了东方摩高窟 最后竟然退了摩高窟的主观 所以 现在我们好多人都搞不清楚这个 实际上呢 这个对王导师来说是吧 他自己并不知道 他和副教没关系 他不知道 因为是中国文化呀 从从我们讲元朝时候 给讲如是道三角河流 到清朝时候啊 那老百姓告不清楚 如是道有啥区别什么 所以说是西方学生都说了 是学者们把如是道分清了 实际上呢 是他都分不清的 所以当局的老百姓 没有认为 认为呢 王导师和和副教没关系 所以那时候的 人们就认为呢 他就是副教徒 王导师自己的 他也把呢 真行不够苦 当做他的主身是一样 所以呢 他就是呢 这个王导师来 他就是这么个情况 当时王导师的把这个 把这个藏区洞打开以后呢 他是很失望的 因为里面呢 他想要的金银财宝 实际上呢 是王导师的 不是一个 稀罕金银财宝的人 他要干啥呢 他要振兴某个苦 要振兴某个苦的话 就需要钱 实际上呢 他要钱的目的是修复某个苦 而不是呢 忠报私能 所以呢 当时王导师看到这个藏区洞以后呢 里面啥宝贝也没有 他是很失望的 他要赶紧呢 把他躲开 他躲起来 躲起来以后呢 然后呢 他就把这 把这经院呢 他为了想买钱呢 为了他需要钱 他就先看看有没有的 他就问问 看看有没有的 这个 嗯 这东西值不值钱 最后呢 他问了 他去了以后 看他学着 看他找了文人 文人都说着 没什么价值 后来他就 把这文卷呢 带到什么地方 带到了 九泉 当时我们九泉有个倒退 叫清洞 是一个蛮族 是当时我们甘肃 非常有文化的一个人 结果是这个 这个清洞看了以后 清洞说呀 啥也问 一问不知 他字的还没我写的好看的 所以呢 最后呢 人民就就 就 没有什么价值 没有什么价值的 王岛寺的就开始的 就把这东西 也给一个 叫蒙古贵族 写了文系 结果这文系呢 就说以后呢 转到了慈禧戴后的手里 但是后来呢 都没有下文 这个是我们去 马格库的时候 我们都看到的 第一眼看到的一个 一个东西 叫做王岛是他 但是我们看到 王岛是他 王岛是他的时候啊 我们大家都不会的 有什么想法 实际上这个王岛是他呀 在全国是对于我人的 他非常非常有意思 有意思在什么地方呢 你看这个他呢 大家一看 藏着他 藏着的 但是呢 他在藏着他呢 他有亏儿 你看 就亏儿 这是汉式的 这个他下面的放了个什么呢 放了一个那是一个墓碑 等于是墓殖命 我们知道墓殖命 一般是放在墓里边 他这个墓殖命的 墓放在墓里边 他放在他里边 一般的墓殖命的 就是现在的 石头上 用吹不锈 他这个墓殖命的 现在墓头上 所以呢 像这样他 在全国一世的 都一无二 这个说明个什么情况呢 现在墓头上 是因为 当时墓殖 实在是太穷了 没有钱 卖石头 因为这墓殖的风沙又很大 如果是这个墓碑 他放在外面 那风 风吹日临 很快就会消失 所以最后他为了保护这个 这个墓碑的 他们墓碑也想到 想到这个塔里边 这个汪道士呢 他到处遭遇失火 没有人动 最后 到1907年的时候啊 失火的人来了 这就是 我们大家 人人都知道的 斯坦尹 斯坦尹呢 本来他是一个匈牙的人 但是后来他加入了英国的国籍 但是呢 他是个考古学家 他长期在印度 考古 他一直认得 印度拉加斯坦邦的 考古局的局长 所以是一个呢 在考古上呢 他是一个呢 是非常有名的 一个学者 当时呢 他到了敦煌的时候啊 当时是王道士 听说他来 王道士不敢见他 因为是洋人 他不知道这个干啥的 不敢见他 后来王道士就 化院去了 化院去了以后 就就找不到人说 这个斯坦尹呢 就在那 就在那 敦煌啊 瞪啊 瞪了好长时间 终于把那王道士等回来了 等回来以后呢 但是王道士呢 上面给他有指使 说是在问我呢 要远地封存 远地封存的斯坦尹要砍 王道士是很害怕的 他不敢呢 当时斯坦尹的那个身份呢 是啥呢 是印度 拉加斯坦尹的考古局的局长 当时的不知道怎么搞的 他这胡招行的 结果都翻译成汉语 翻译成啥呢 具体的名作记不得 他实际上的 然而离结成啥 离结成的就是 大英帝国的首相 就是这么个身份了 这下子把当地的老百姓 都护住了是吧 都搞不清楚是个 哦 就那个就是那个 内阁 内阁大臣 最后就翻译成这个身份 所以最后就把老百姓护住 护住以后的 这个王道士是让砍的 还是不让砍是吧 他没有办法 后来 这个 这个 这个斯坦尹呢 也是一直看不到警觉 看不到警觉的时候 有一次 这个 这个斯坦尹在王道士的 他下滩的地方在那转 他发现呢 王道士的那个 他放在那边画的到处都是 烫生去京都 他就跟那个 他通过这个蒋师爷啊 和王道士交流 最后知道呢 王道士最聪明的人是 是宣章 烫生去京都 所以这个王道士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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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斯坦尹呢就心形一击 斯坦尹给他说说 给王道士说 你知道我为什么 就从那 那么远的地方 来敦煌 就是宣章 打是个托梦 让我来的 这下就不就把那个王道士 护住了 王道士说 好吧 王道士的将心将意 然后是王道士 就去了那个 唐经洞啊 王道士呢 让他的在 斯坦尹在下司的等着 他到唐经洞里去京 结果是他去的那京 第一部京呢 大博若京 哦 对 大博若京 结果这 大博若京一翻开 第一啊 大唐三藏宣章 凤昭义 打开的第一部京就是宣章翻译的 这一下子 斯坦尹可以振着有此啊 我没有骗你吧 这就是宣章法师派我来的啊 这一下子 这一下子王道士就 範团的附近是吧 範团的附近在印度是没有的 在印度 保留的最早的範团附近 是12世纪的 只有两一啊 还是在尼泊尔发现的 印度没有的 结果早期的附近呢 七八世纪的早期的附近呢 范围附近 都是在中国发现的 所以我在印度留学的时候 印度人就说我说 说是你们中国人 他对我们是有意见的 他说是你们中国人 把我们印度的附近给我们拿光了 是吧 但是这个可能是我们欣赴 他不欣赴 他不欣赴了以后 他都没人管了 所以这个附近啊 所以后来的这个 这个斯坦尹就给了这个王道士说 我的任务 就是把这个附近的 在区分印度 所以呢 这个王道士的 就把你的经啊 开始都给了他了 给了他以后 但是王道士啊 还留了个心意 为什么 因为我倒是 政府给他 给他的指示 是远吉封存 远吉封存的话 你把那经给了那个斯坦尹了 这不得了 所以这个 最后两个人达成了 达成了个协议 就是斯坦尹呢 悄悄拿走 绝对不得任何人说 在什么地方包 从什么地方拿的 然后是他给了斯坦尹呢 斯坦尹给了王道士 两百两文印 通过这个呢 最后就把那这个 做儿子叫乡的协奔 和我乡的这个 这个专画 全部拿走了 经过了一年零六个月的长途运输 于1909年1月 运达到论敦 后来斯坦尹呢 又三次赖了敦煌 第二次和第三次呢 也都拿走了不少东西 结果是 第四次赖的时候啊 敦煌的民众呢 决心了 敦煌的民众呢 把他把斯坦尹的看着 所以呢 到最后 斯坦尹呢 背了一趟 一件都写也没拿走 即使当时是 背了一趟 老百姓就把他 把他看起来了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 看到的 斯坦尹的 这二百丁二号 写奔 上海的 这个写卷 在斯坦尹之口 这法国的薄熙赫 他由于1908年 到达敦煌 因为这薄熙赫呢 他和斯坦尹不一样 斯坦尹是考古学家 薄熙赫是汉学家 财献家 他精通汉语 吐语 吐语 蒙古语 等十三种语言 所以他到敦煌以后呢 他的汉语很流畅说 结果就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和王岛 成了好朋友了 最后是他经过三周时间 把敦煌的这个 藏牛族的危险呢 漆漆地过了一遍 斯坦尹 看危险呢 是在 是在那下死 因为那某个哭啊 当时是 他三个死 上死的族是汉族和尚 中死族是藏族和尚 下死族的道士 当时斯坦尹 王导师的就在这个 那斯坦尹的这些下死看 但是呢 薄熙克的和王导师关系好 薄熙克是开心动哭的看 但是薄熙克等于呢 汉语也好也很勤奋 他每天给自己定的任务是 每天要看一千卷 他看一天剪 他和斯坦尹不一样 斯坦尹的开的时候啊 斯坦尹的考古学家 斯坦尹喜欢画画的 绘画 凡是牛画的 斯坦尹的尼律拿走 第二个是凡是 少数民族文则泛文的尼律拿走 第三个是 斯坦尹呢 瞧一些比较漂亮的附近拿走了 实际上呢 最漂亮的附近是最没有价值的 为什么 因为是呢 这个策略中的一般来说 就是我们看的那附近 而到薄熙克的时候 他怎么弄的 第一少数民族文字全部拿走 进了个有辉煌的全部拿走 第三个是 败是有纪念的体积的拿走 与社会社会经济有关拿走 附近他 他不要 问下来 太多了 所以他的桥呢 有纪念的拿走 所以 薄熙克拿走的东西是不多的 拿走了4000件 所以我们现在增广学研究 主要研究的是薄熙克藏心 他就把最后的东西 拿走了 这就是薄熙和 这个就就是那个 乌鲫的这个 乌鲫的像 原来是他像就在这个位置 后来嘛 人民为了那是藏领 把他的这个像搬走 搬走以后呢 把他的像放在裤顶上 然后呢 把他在里面全部放的是 全部放的是这个经典 这是我们那是到后来呢 到一 到那是1943年以后呢 我们才把这个这个 把他下来又放回了 这空洞子了 因为这个洞子原来 就是空空的一个东西 没有了 这就是呢 当年薄熙克 在那个拉筑 在开 在飞跃经典的这个 这个情况 能不能看到 你看 在这都包扎好了 你看 这是 他是一共的 这 他一困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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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那个这个 那个薄熙克说 他当时的 他就揭开了24困子 你看他这个 他是那个 就是爆炸的 一困一困的 爆炸起来的 这都是薄熙克拿走的 这个3378号 《孝经》 这个薄熙克呢 他把这个经的拿走以后呢 他拿到北京 拿到北京以后呢 在六国凡点 做了个展览 当时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 这个大清帝国里的 在学者 罗贞宇 王国卫 他们都去砍了这个经 砍了一口呢 格格惊叹不一 因为是 拿到的全是六朝 把唐代的东西呀 那过去是 根本就见不到 但是那个时候 我讲了 那个时候中国学者 非常骂摸的 即使在这个情况下 中国的学者 也没有一个人 到敦煌去看一看 这不是到了1909年的时候啊 他们就清诚不离 就给甘肃生 下了个令 或者把那个敦煌的 卸分 全部 押解到北京来 结果神 都把这些来 全部如仓 京师图书馆 这是1909年 可奇怪的是 到1911年到1912年的时候呢 这日本大国探险队 在敦煌 又得到了三千元 卸分 从哪来都不知道 更奇怪的是 到1914年的时候啊 俄罗斯的奥登煌又来了 奥登煌竟然在中国 在有的这里 有的尊荒 又得到了一万八千元 那既然当时是 政府是要把他们全部 押解到北京去 结果是押到北京的就八千元 那奥登煌鱼来了以后 得到一万八千元 这一万八千元从那那里拿到了 成了前无之谜 那这个东西呢 现在是无法讲清楚了 而 拿到的这个 北京的这个这个本子呢 他们呢 当时呢 这个来的时候 他们做了个清典 做了个清典的结果是 他们说我毕竟有你土工啊 为了 这些官员为了八千人说 沿途的 把这东西就送给了 各地的官员 送给各地官员 还有些有可能是卖掉了 结果是他们会运到北京 运到北京以后呢 在一个库房里 放了门人官 再放了点半年 放了半年以后呢 后来什么时候是 在清典府里才突然的 再想到一个问题 这回家运回来清典了没有 现在要清典 要清典的话 原来的时候有个胆子 这肯定不够啊 落下都送人了 落下送人送了好多都满了 这些又发挥了他们聪明策旨 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 把这本子啊 把它撕开是吧 把撕开以后的结果是 最后呢 辅良正好队上了 辅良正好队上以后 但是呢 你看这个这个事情 原来是三个胆子 现在拼到以后呢 才发现 它是一个胆子 这次后来被撕成了 撕成了三颗是吧 真的是 最后呢 到了英国到法国那一部分呢 反而是保存的 还是比较好的案了 这是我们看到的 敦煌危险 现在我们讲的 这个敦煌 过去我们有一句话说 敦煌在中国 敦煌却在外国 但是那个时候呢 确实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的这个 我们中国的 我们没有 我们是没有学术传统的 我们的学术传统的 是到西河 是到五四一冬以后呢 我们才有的 所以我们的 我们没有学术 没有学术 所以在 在西方呢 他们做学术 但后来 当后来 中国人慢慢知道学术的时候呢 我们国家又很穷 我们没有机会的 到伦敦 到巴黎 去看危险 那只好呢 西方 他们公布一件 我们研究一件 他们公布一件 我们研究一半 所以我们永远的 在他们的后边是吧 所以我们怎么能超越他 因为好东西 全是他们拿走了 直到呢 两千年以后 这敦煌的危险呢 那时候中国有钱了 中国有钱了以后呢 我们把那个 把那英国 法国 俄国 俄罗斯 把他们的危险呢 出版的权 全卖转了 全卖回来了 卖回来了以后呢 这危险呢 全部由中国出版 出版以后呢 现在是 所以这二十年 中国的敦煌学 土匪猛击 发展得非常好说 为什么 因为是 现在是危险的 我们手里 现在是 我们把他公布了 我们把他 把他引进来 我们有钱的 现在是他们翻了 他们有钱的 他们需要本的权 我们买给他们 或者是送给他们 他们有钱了 所以这 这是呢 这一块呢 现在是 我们提的口号是 尊荒在中国 尊荒需要在世界 这个是我们的 华州 东千福都看到的 这个 日本的大国残险队的集团小一郎 在东千福都的帖子 我们现在讲 说是 日本人做文明 做文化 十几年 到1911年 时候 也和中国人一样 到此一游 我们都是 一个水平 这不过后来 我们 经历的文化大革命 是吧 然后是 人民的 说的西方 说的 日本的 在这方面 他们都超过我们 所以后来 那日本 他用的提出来 说是 敦煌在中国 敦煌在 在日本 是吧 因为确实的 有一段时间 日本的文化 比我们 确实要比我们 发达得多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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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 这个 说是 所以 那很多东西 他都没有看到 他没有看到的 叫我使得 波西赫去的时候 波西赫就看到了 所以经过他们两个人 挑选以后 把是 反正 环化了 他们把那经理 他们都拿完了 所以就留下来就很少了 所以俄罗斯还留了350年 所以留下来这是非常少的 当时斯坦尹他第一次来敦煌 是英国政府掏了钱 所以第一次的温户全部运到英国去了 第二次第三次 第二次第三次都是英国政府和印度政府一块掏了钱 所以后来最后温户先运到得利 然后双方达成协议 当然协议后就是把它笔画 绘画之类的送给英国 印度的资料有少部分 不是 协议温线给英国 印度留少量的养品 绘画屏留在印度 给英国留少量的养品 但实际上斯坦尹他有私心 最后他给英国留少量的养品 全是最美的最美的卷划 他给了英国了 给印度留少量的养品 全是千福明经 最没有价值的养品 他留给印度了 所以现在印度的温户是很多 印度的东方温户是很多的 我许呢是看过 一万一千件 但是呢 这个 但是真的有价值的东西是很少的 还有我对那问题 印度很非常保守 我们掏钱要给它发表 它不允许发表 甚至不让我们看上了 所以呢这个这个事的这个 这时候目前的印度的温户 有一万一千件 目前是什么情况呢 现在还搞不清楚 这是我们看到的 观音 曼陀罗 这是从那个斯坦尹呢 从敦煌获得的 大家可以看到的 非常的漂亮 精密 这是七十八世纪的温户 到1920年的时候啊 美国是华人拿到敦煌 因为美国呀 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 美国开始 经济上非常厉害 文化上呢 也开始呢 开始发达起来了 发达起来以后呢 这个时候美国呢 也开始呢 到处去寻找温户 就来了敦煌 但是来敦煌的时候 他来完了 这个时候呢 敦煌的危险都被 英国 法国 日本 俄国 心结一哭 没有了 所以呢 在美国的华人拿 在敦煌的 他没有得到任何的血奔 但是华人拿呢 他没有血奔也不能空手而来啊 所以呢 对华人拿呢 就开始呢 给 他给那个我倒是说 他说 我是 副歌博物馆 我来来后呢 我们呢 出去给学生们讲课 需要呢 需要那个阳门回去 那个阳门回去的结果是 他就看到了 莫高窟 三上八窟的这个 公养菩萨 就这个公养菩萨 这个公养菩萨现在在 哈佛大学 这博物馆里 这个 这个原理是什么地方 原理在这个位置 你看 就是呢 这个公养菩萨 这个公养菩萨 现在是 大家去莫高窟的时候 看不到这个公养菩萨了 因为这个公养菩萨的 是在 是在哈佛大学的 这个呢 当时这个也是很有意思 这个就是说是 哈佛大学当时的 就想要这个菩萨 王道士很高兴 就投赢给他 投赢给他以后的 结果哈佛大学呀 他没有呢 就波西赫那么狡猾说 他当时给了呢 这个王道士很多钱说 给了王道士很多钱以后的 可能给了五百两婚姻 给了以后的 这个王道士一看 给这么多钱说 王道士说是 他不给他了 为什么王道士说是 你给这么多钱 我给你个旧的多不好意思是吧 我赶紧我一造个新的给你 结果这个华人大说 造新的来不及了 我记得要走是吧 这个旧的就可以了 最后就把那旧的人 给拿走了 这是那旧的 这个书像 下面是最可恨的 他把那个书像拿走了 我觉得还不可恨 最可恨的是 他在敦煌里 他用脚本 他用脚带 斩取了二十四部笔画 你们这次呢 就三十三库的这个 这个笔画说 被他战斗了 这个笔画呢 现在呢 美国的哈佛大学 主管放着 就是 就是 这一颗 这个内容 他被他 战斗了 这是东京的 揚州 出影响的故事 好 我们讲的 第四个问题 这个四楼 竹竹 与敦煌文化 这个我需要讲快一点 这个时候 某个窟啊 发现了一个六字真烟碑 这个碑 它是真的 这个 这一个六字真烟 安 麻 你 八米 红 他是呢 这个 他是讲这个 实际上那六字真烟的 他意思很简单 他啥意思 就是 安 他是表示了 这个腹部形 安 麻 你 实际上就是范文 神圣的意思 八米 就是莲花 红是表示了 这个金刚不信 驱逐一些妖魔鬼 妖魔鬼鬼 实际上呢 他很简单 他意思很简单 就是啊 神圣的莲花 但是如果是你的 如果这么多的话说 他起不到的 叫恭敬之心 所以最后呢 藏尊发明了 把这六个字的 单独作为一个信仰 所以这六十年呢 就这样形成了 你看这六十年呢 他很有意思的是 在敦煌里面 他上原范文 上原藏文 汉文 西夏文 八十八文 惠虎文 他是六一六种文字来熟悉 他更有意思的是啥呢 更有意思的是 他一笔的人 他不一定是副教徒 他觉得一笔按说是一个人副教徒 这没问题的 但是你看这个人是你看 西宁王 苏莱曼 西宁王是谁的 叫什么王 不用说 肯定是成吉思汗的后代 如果不是成吉思汗的后代 是没有资格当王的 不管是 敦煌 赫西 到中亚 印度 西亚 整个是圆灵时代 如果你不是成吉思汗的后代 没有资格当王 所以只要说是什么王 肯定是成吉思汗的后代 但是他的名字是什么 苏莱曼 苏莱曼是啥意思 苏莱曼是阿拉伯语 美曼的意思 为啥呢 一个问题 他是穆斯林 他的儿子叫啥呢 杨阿啥 杨阿 杨阿是突厥语 大夏的意思 夏 沙呢 是波斯语 王的意思 实际上在元朝的时候 叫名字由沙 必为穆斯林 下面 吉诺哥儿叫苏丹沙 苏丹沙 阿拉伯语 统治者的意思 沙 是王 实际上是说的名字 也是穆斯林 这个意思是哈芝 哈芝啥意思 曾经到美加 朝圣国的穆斯林 被称为哈芝 达斯曼 达斯曼是元朝的时候 是用于穆斯林的名字 你看这个碑上的这么多穆斯林 更有意思是啥呢 更有意思是啥呢 更有意思是这碑上有何水的 伊树 伊树 伊树是谁 耶稣 基督教的耶稣 我们可以看到你 在一个碑上 他既有副教徒 也有穆斯林 也有基督教徒 但是这个基督教徒穆斯林 有可能的 他们那个时候 违必是信仰佛教 但是那个时候的 他们都跟 都给蒙古王服务 然后是蒙古王的 在这个造备 他们都捐钱是吧 捐钱以后把他们的都卸进去了 他实际上的 他是各种的 各种宗教认识 他都在 这里面的人 这个 这个人的名字也很复杂 这个名字的 既有蒙古族人 也有汉族人 既有藏族人 也有恢复人 还有西夏人 甚至还有什么呢 甚至还有阿拉伯人 不是阿富汗人 有一个昆布斯 昆布斯是阿富汗人 所以 他的一个非常 各个民族 各个地方人 他都用了 我们的这个 再看来 敦煌 我们去到敦煌的时候 敦煌有个著名的城市 在世间无法遗产 孙养城 这个孙养城 我们的 我们中国的那个城 都是将来的 田园地方 枪交必须是方形的 但是这个枪呢 是圆的 最后我们发现呢 他们呢 他们家族 建了三个城 一个在华州 另外两个在渔门 这三个城 他们家族建的 他们家族建三个城呢 这个枪交都是 圆形的 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实际上这个圆形的城 是怎么来的 阿拉伯的城 穆斯林的城 全是圆形的 而他们家族呢 又是从中亚签过来的 所以他们家 就是信仰的 是伊斯兰教 这个我们说你看 刚才的笔下在伊树 这个伊树里我们东方学本呢 就现在伊树 就是耶稣 这是那些一个碑 他们家里了两个碑 刚才这个碑离了以后 还另外一个碑 是三年以后离的 里头都是一样的 结果是多出了一个人 多了一个废教室 废教室啥呀 不用说 也是个基督教的 穿教室 因为是苑代的时候 那教室 是真有余的 称呼基督教 我们在这看着 尊皇的这个 莫格威尔 六十一库的龙 大概那龙呢 我们捡的多了 但是我们谁捡过 这样的龙 我们的这个中华龙呢 那个罪业都是 很微醺的 这个罪长这么大 没有 有鼻子 那眼睛呢 是拓圆性 而咱们中华龙的这个 龙的眼睛就是暴吐性的 是圆的 为啥这个 这龙呢 这是阿拉伯世纪来的 你看看 这是咱们 咱们中华龙的特件 你看这个罪 罪是要么是笔合 要么是 卫章 但是呢 不会是怎么样子 它看起来 感到的是很微醺的 是很文凉的 它不是咬人的 是吧 而那个我们看到的 这个冤代的这个 那个敦煌的只有冤的 敦煌的好多龙呢 罪长得很大是吧 我们看到它是怎么来的 你看 你看这个是最是 在壁上的 都注意看 眼睛是圆圆的宝图性 这都是那个伊朗的龙 是吧 伊斯兰教世界的龙 这个龙呢 你看 它都是因为 在阿拉伯世界 它们大陆跟的吧 大陆跟的那个龙呢 是恶的象征是吧 所以呢 在那这个伊斯兰世界的龙 都是恶龙 很凶的龙 你看这个 这个就是那个 就是什么王呢 它最后拿了一个 一个的 剑把这个龙呢 它这个 杀了 都体现了 它的营用是吧 是龙图是吧 这是我们的 敦煌摩高库的发现 恢复的龙 因为恢复啊 这个民族呢 也是一个那这个 它不充满龙 它因为龙是很恶的 所以你们看到 这个摩高库里看到的 这个龙 恢复的龙 这是西域的龙 西域龙你看 这是它不 不得可发现的 你能不能看到 你看 基本上画法是一模一样的 感觉到是一个人画的 这都是恢复人的龙 恢复龙呢 也是它最长大大的 很凶恶 这是类的西方的龙 这是一个我们看到 摩高库啊 这个 当然 因为这种东西是很多的 我只是 因为实践关系 我只是简单的给大家提一下 大家有看的时候 可以注意到 哎 里面这个这个 这是我们的摩高库 这个四六五五库 四六五五库 我们看到这个华文 在座的各位的这个研究艺术的人 在我们中华艺术 艺术实际上有这样的路 这样的华文没有 从来没有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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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 这个这个 这个华文呢 这个 它的枪力很高 平时我们看不到 这个之类口呢 它是把低层 铺了厚厚的金子 这不是中华文化 那么中华文化呢 这个金子只有高光是可用的 薄薄的 它是把金子用金子在铺地的 而且它的华文 它们中华文化这也没有的 这种华文的东西 只有阿拉伯世界有 有看到这种华文呢 这种线是吧 是不是呢 这个只有呢 阿拉伯世界 基督教世界也可以看到 咱们中华文化中没有的 那这这种华文 这种华文 这和我们 某个库里斯的欧库里很相似 但是这种华文是 在中华传统中 它是没有的 然后我们再看这个 这是娱灵库的 这个 因为我刚才 我们这就是 四路文化嘛 我们说 因为这个 我不是这个 专题 我只是给大家 一个介绍 这个是我 这是那个 余灵库 第十六库的 曹益金 曹益金的时候呢 他就和甘州恢复的 这个天公固结齐 结齐以后呢 最后就搭通了这个 石头之楼 原来是这个 原来是甘州恢复的 和敦煌的 一直是对头 大胆大了几十年 最后曹益金的不搭了 痛婚 痛婚以后 人家又和好 和好以后 曹益金的和天公固 生了一个丫头 生了个丫头 叫肖千公主 又嫁给了 这个余天王 李生田 在新疆的余天王 通过和亲 把这个石头之楼的 给打通了 你看这和天王叫啥呢 大朝 大包 余天国 大省 大命天子 是吧 实际上是丹腕之笔 这个是我们看到的 曹益金的 她的儿子 曹益金的儿子 叫曹益忠 曹益忠 这是她的孙子 曹益楼 曹益忠 穿的是宋曹的官服 她儿子穿的是 恢复的衣服 这是那些的突破国王下 我们看到的 藏族的文化是非常发达的 但是你能看到 藏族的人 古代的藏族是什么 什么样子吗 我不知道 但根黄壁画中 就保留下来了 这个就是这个 这个突破王 这个就是她的 她的那个大臣 鲁东赞 这是这个 苏特的 这是白火角的 我一下子知道白火角的 你看 她那个盘子里面装成狗 因为白火角呢 是崇拜了狗的 这是曹益库斯里温库的 是欢喜金刚 这是我们讲的这个 这个华格库里面的 枯旋女 枯旋舞 枯旋舞 是湖藤舞 第五个问题 斯陋无法 斯陋无法 在独猛 我们看看前面 各个 各个民族在敦煌 我们现在看了斯洛文化人在敦煌 斯洛文化人在敦煌 大家去摩高库的话 大家都知道了 这个张谦西施图 张谦西施我们知道了 他本来和副教是没有关系的 但是在摩高库的 三二三库的 就把张谦西施啊 画的是和副教有关系的 我想就说是 当时这个公元前 一百二十一年的时候 获菊病啊 张谦西获得了雄奴的祭天音 叫我说韩武帝呢 他不知道这祭天音呢 是什么 叫我英文呢 说是两个副响 那么韩武帝想知道 这副响是大回事 后来说是这副响啊 是从约治国来的 那么这个时候的韩武帝 就想把这个约治国 这个副响弄清楚 所以他在找母说 顺眼一句啊 后来这个 当前的说我去 你看这个画面 就讲的是当前的 被阿弥陪喊武帝 然后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到 他们在沙漠里面说 扑腹前进是吧 最后到了约治国 就看到了这个这个这个和尚 实际上他是把这个真正的离世事情 他把他俯响化了 但这个是互相遇到图 可以看到这个 我们讲四周之路 四周之路 是在我们东方批法中 黑少见到四周 但是这个里面呢 见到了一圈的四周 你看这个是四周 这个四周里就是 互相的 结果是来中国 来贸易来了 遇到强盗了 最后这个 互相的把这个 把这个四周里 和一代的钱 给了这个强盗 结果是给强盗的时候啊 这个人呢 就在这念 观世音菩萨说 结果是观世音菩萨 就来了 来来后就把他们救了 最后这五百个强盗的 全部的 皈依了佛教 这是我们敦煌出处的 经教的十字架 这是我们敦煌发现的 这个耶稣响 这敦煌发现的 门教参经 门教我们知道的 这是类似于 波斯的宗教 但是在波斯 完全没有了 现在这门教的经典 最主要的就是 他们敦煌的藏品 在里面那个 可以看出来的 各个呢 这个这个 这个 这个 少数民族 少数民族的 这个 你看这个 世界模拟去世了 世界模拟捏牌 捏牌以后呢 然后是 这些呢 这个新徒们呢 就感觉到 非常痛苦 你看这个人呢 拿了个冷刀 是吧 往心脏里查 这个人呢 那个刀里 把耳朵割了 是吧 这个人都更绝 是吧 但是呢 那个刀里 抛肤自杀 是吧 实际上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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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个民族 对这个佛教的 这种的 但是 他讲的时候呢 他用的这种戏级啊 是各个民族的 这种最典型的 这种民族习俗 这种东方发现的 希伯来文 因为我们知道呢 希伯来文呢 现在是呢 这个应试穿了 嗯 你 一千多年了 但是这个本子里 现在我们敦煌保存这个 是最古老的 这个是 大家一看就能看到 这是藏文的 但是藏学家呢 把这个文贤呢 解读 解读完以后呢 不知道什么意思 为啥不知道什么意思呢 因为 他现在不是藏语 他现在是恢恢语 可见这个 那个时代呢 这个民族文化 如何到什么程度 他用恢恢 这个 用藏文来写恢恢语 他写的内容呢 是佛教教理文达 这个就更有意思 这个是一个 这个叙利安文的圣经 这个是叙利安文的 这个 先条比较粗的是 叙利安文圣经 这个 这个粗的圣经 这系列是恢恢语文 恢恢语文的 十六行恢恢语文 写的是啥呢 写的是 这恢恢语文呢 献给蒙古王的 这个赞美诗 这个敦煌的蒙古 我刚才讲了 敦煌的这个蒙古王呢 是从中亚签过来的 他们原来是形容一三角的 从这个 这个赞美诗啊 就将他们家族啊 对这个发展佛教 功德无良 将完以后的 画风一转是吧 和先前发誓的 直立名言 游戏列自穆斯林 和大师 大师那里 是阿拉伯 阿拉伯帝国 最后他讲的 佛教的 这道理的 是列自于穆斯林 是列自于阿拉伯 你看这几个小小的纸片 他把基督教 佛教 和伊斯兰教 这个小小的纸片 全都有了 当我们的和西兽兰呢 发现了一枚 一枚铅笔 这个铅笔也很有意思 你看这个铅笔的 它正面的 汉字 知缘同胞 这个是它背面的 就有意思了 背面你看 它是 这个是八字八纹 知缘 这是八字八纹 这个铜呢 它用的是 中压的塔克太纹 用塔克太纹系列的铜 这个铅笔呢 是西夏纹 你看 这个八字八纹是谁的 是藏族人 给蒙古人创造的 那么我们从这一枚铅笔 看到的是什么文化 看到的是 汉文化 藏文化 蒙古文化 西夏文化 中压塔克太文文化 塔克太文化 全都有了 这一枚小小的铅笔 它都发现了这种文化 这个是苏特文的二号信家 当然这个人 也很自大 就是叫萨玛尔汗的一个那个这个 一个女的 给他爸爸下了一封戏 他原来的 他从萨玛尔汗呢 到罗阳去京商 结果时的 他跟老公一块去的 去来后和老公的一块生了个孩子 结果是后来的 他老公的 被萨玛尔勾引走了 是吧 勾引走了以后 他生活没有着了 让他爸爸的想办法 结果是他放心的 最后就流落到敦煌以后 就没有用 没有送到萨玛尔汗 这是啥子 这我们在敦煌里的 上的这个体积啊 巴斯巴文 藏文 蒙古 什么文章都有 这个词 我们最后一直认不出来 我们请教了很多的 各种文字的 各种文字的学者 我们请教以后呢 都没有解答出来 后来我们的开玩笑 是不是呢 那个少数民族学韩子 没学好的 就像这个样子 哈哈哈哈 好 我们在最后一个问题 我们讲的飞天 因为这个 敦煌啊 我们知道最典型的文化人 敦煌的文化富豪 就是飞天 飞天是最能代表 敦煌文化的 我们呢 我简直地讲一下吧 我们知道了 飞天来自印度 这个是在阿杰特斯库 第26库的飞天 我们可以看到了 在印度这个飞天呢 它只是代表了 在天上 认在天上而已 实际上呢 它不是飞天 它在天上走的 它是走 它不是飞 它没有飞的 一定飞的特征都没有 这是佛教 你看这是呢 就是印度教的 也是你们看它飞天 你看 它没有飞的干预 它只是在天上 它只是在天上的人 人你看它 脆的非常粗粗啊 这个是呢 在印度的这个飞天 它没有 没有在天上的感觉啊 有的天的感觉是到啥地方呢 到了斯里兰卡 斯里兰卡那个十字眼 十字眼是五十级的时候 这个飞天 你看这个是 它也没有那个飞的感觉啊 但是呢 它的那个胸部呢 它在腰部这一刻呢 有那个云 把腿啊 照上了 照上以后 让人的 看不到腿 看不到腿的 真的看上半身 让人就感觉到了 它在天上的感觉 你看那个 它用云 把腿照住 照住以后呢 它形成了 天人的感觉 非常非常漂亮 这是呢 就到阿富汗 到阿富汗 这是巴米亚 六边二十号库 我们可以看到 到巴米亚以后发生什么变化呢 巴米亚 印度 这个 福教传入巴米亚的时候 这个时候巴米亚呢 正是 正是希腊文化 希腊文化的 非常生性的时代 而希腊的人呢 他这个 飞天是什么呢 叫天狮 他天狮是有翅膀的 所以呢 我们看看 这巴米亚的 这个天狐 如果这个飞天 你看 都有个小翅膀 你看 都有个翅膀 但是 你的翅膀不能 划得很大 如果翅膀划得大了 那不成天狮了吗 但是 在希腊语的 思想中 如果没有翅膀 你怎么飞呀 所以呢 他需要 他需要 划个翅膀 所以呢 到希腊的时候 到希腊文化中呢 到巴米亚 开始呢 飞天出现翅膀了 但是 这个翅膀呢 是非常的小 让人的 真的感觉到 但是 他飞不起来一点 飞不起来 下面是 他现在有飘带 他出现了飘带 但是这个飘带呢 他是在 他是在往下脱的 但是呢 以后我们得看看 到增幻以后呢 他怎么变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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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个 那个 每个人的 每个肩膀上 都有个小小的飘带 不 都有个翅膀 但是这个翅膀呢 他没有飞的感觉 那么 世间最早的天使 大概是 两千年的 飞到了 楼兰 最后楼兰的 建筑 这是典型的 希腊的 希腊的 这种天使 这个优异天使 笔画呢 会有 一个优异的 年轻男子 他的呢 他的呢 这个像 他头和双肩 以那个 浅烂色的 称托 标示的 在天空翱翔 进入新疆以后呢 这个克斯多斯 就出现 这样飞天 这个飞天的 你看 用着飘带 开始飘起来了 飘起来以后呢 在那个希腊的 在那个阿富汗的 他飘带是往下吹的 他这个就飘起来了 飘起来以后呢 就感觉到这个 这个飞天的 他在天上滑行 他在滑行的时候 你看 他那个 收和退下 就像游泳的一样 而且是呢 这个克斯多斯库的 这个飞天的 有个特点 一般情况 就是两个 就像是 夫妻一样 两个人 老是呢 这个 结伴而行 我们看到敦煌 到敦煌以后呢 这飞天呢 他就又特点了 你看 他变成了 原来是 耽搁的 或者是呢 乘双乘对的 到敦煌以后呢 就变成了一个 七体五刀 最后是 这个敦煌石库里面 他的房子 花一圈 整个 都是飞天 在这个时候 这个飞天呢 我们可以看到 你看 全是飘带 为什么呢 他要靠这个 飘带 把自己拉起来 把自己拉起来 而不再需要呢 在天上走 所以呢 你基本上 看不到腿 看不到腿 有时候 你怎么看到 脚落在外头 他看不到腿 看不到腿以后呢 然后手呢 还在 跟着活动 而且是 它这个 活动的幅度呢 非常大 他这个 这个 非常的妖绕 你看这个是 摩格库里 二八五库里的 飞天机 你看 可以看到呢 他动作的 非常的油美 是吧 这是摩格库里 三的腰库里 飞天 这个我们可以看 飞天呢 由印度出发 经过 石头之路各地 在地化一样 到了 斯林兰卡里 他变成了 在腰部里 画一个 那个尼克云 表示在天上 到阿富汗呢 他该出现 翅膀呢 在 天上 他到了 新疆以后呢 他开始出现 飘的 他这飘的以后呢 他可以通过呢 双手双脚的滑行 但是到敦煌以后呢 他彻底的变了 因为什么 中国古代的时候啊 我们有啊 嫦娥 奔 奔鱼 是吧 我们有 古代的 非仙 非仙人的 可以的 这个 飞向天是吧 我们有 这种文化 是吧 这种文化的 所以 最后 飞天的 到敦煌以后呢 他接着一飘的 可以在天上呢 自由的翱翔 他们的双手 和双脚 都被解放出来 可以做 各种 不同 由美而 舒缓的动作 他自由了 他解放了 可以说是 到这个时候呢 敦煌的飞天 打倒了 至闪至美的经济 成为了敦煌以后的代表 好 好 我讲完了 谢谢大家 谢谢 将近不好 我把大家的 做批评 好 谢谢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想提出来 跟杨教授 交流一下 任何问题都可以 任何问题都可以 对 今天杨教授把东黄的文化艺术 从最早的时候的文化跟文明的定义 然后带我们从不同的民族文化交流的角度 来带我们大家从另外一个视野来认识东黄 我相信从少数民族的部分 可能有一些大家比较不太熟悉的 如果大家没有问题 那我先请教杨老师 这个茶和台是什么样的文明 那个民族 对对对 因为那个腾尽斯汗呢 他有四个儿子 他四个儿子呢 他的当字叫朱痴 朱痴的后来呢 就建立了 后来他西藤的时候啊 就西藤到俄罗斯 就在俄罗斯南俄地区的建立了金党汉国 包括现在乌克兰 乌克兰 那个俄罗斯当时都叫金党汉国 他的儿子呢 叫塔哈泰 塔哈泰的当时呢 他 正西 正西以后呢 到这个 整个西亚 到中亚这块的都归塔哈泰汉国 他的三儿子呢 叫沃克泰 沃克泰的时候 他的这个范围主要是在新疆天山被捕 结果是因为他后来呢 他这个反对元朝 最后和元朝的闹矛盾 最后元朝把他灭了 灭了以后呢 最后他的疆域里都归入了查哈泰汉国 过来都归入了查哈泰了 元朝蒙古呢 他实行的是这个 最小的儿子的 要集成财产 后来成吉思汉的 成吉思汉的蒙古地国 和大中化这一块的 都归了成吉思汉的 都封给了成吉思汉的小儿子 但是后来呢 就形成了互相之间斗争啊 结果就那些互相之间的 各个派系互相互相斗 但是整体来说呢 这个塔哈泰汉国的 它的疆域范围就在西亚 中亚到新疆就在这一块 这是塔哈泰汉国 所以呢 后来呢 他们原来是用蒙古文 但是后来呢 塔哈泰汉国追造新疆伊斯兰教 新疆伊斯兰教以后呢 他们就把这个 阿拉伯的文字 当出他们的文字 所以就用那个阿拉伯文 来平息塔哈泰汉国的 这个语言 所以就形成了塔哈泰汉 好 谢谢杨老师 杨老师 不好意思 杨老师 不好意思 我的普通话不灵光 我请崔老师跟我翻译一下 刚才老师说是1909年的时候 已经将最后剩下这个藏经栋的东西 就运了去国家图书馆 1909年的时候 把那个藏经栋的那些文献 运到了国家图书馆 但接下来是1911之后呢 日本和俄国还可以拿到一万八次 我不明白中间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 那为什么到了1911年呢 日本他们还可以运走一万八千件 是啊 就是我们告不清楚 不知道是为什么 就是不知道呢 这个因为那个当事 既然清争服都下了明亮了 都运走了 为什么还能有还能保存这么多是吧 你说要保存几十件几百件都可以理解是吧 最后这俄罗斯拿走了一万八千件 不可思议 所以这个是千古之谜 对 我估计以后就解不开这个谜了 千古之谜 第二条题目就是 我们以往一直看敦王 就讲藏经栋里面的藏物是四万多 最近讲是六万多 那究竟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差距呢 究竟情况是怎么样 就是那个藏经栋的那个文物啊 之前呢统计是四万多件 那后来最近统计是六万多件 那到底这个差距啊是什么原因 那还有就是那个数量到底是多少 好 在八十年代的时候我们说是四万件 后来又变成五万件 后来变成六万件 现在是最标准的数字是七万件 为什么是这样子 因为是好多危险过去的时候 我们不知道 满满的在死人 很多是在死人手里藏着的 我们现在满满的在收集在公布 还有一个是过去的时候啊 因为这个一个基督作楼线是吧 你好 杨教授 谢谢你的讲解 我想请教一下 就大概十年前吧 我去敦煌 我参观这个 里面的展览 当时我理解就是在 他们开始做这个数字化 这个工程了 我想跟你理解一下 现在在国内在敦煌 数码化 数字化的这个工程 大概完成大概是百百十多小 而且第一个问题是想请教一下 在整外一些 比如说大英博物馆 还是法国其他博物馆 有没有跟他们一起做一些合作 把里面的产品把它数字化 让大家可以全世界的人可以看到 谢谢 是这样的 现在是 这个数字化是两部分的一种 一部分呢 是敦煌壁画的数字化 另外一部分呢 是敦煌威仙的数字化 这个敦煌威仙的数字化 目前来说是 这个英国的和法国的 基本上是没问题 现在是呢 但是呢 英国 法国的 随着什么问题呢 他们是把汉文笨的 给我们数字化 少数民族文字的 他还是不给 因为的 因为的少数民族文字太珍贵了 因为太少了 太罕见了 所以他一般来说是 他是不给的 俄罗斯方面的 这个 也是呢 这个 这个 谈判呢之类的 这个是 进展都是很 都很难 但是我们什么时间都能够完成 确实我认为 应该是个很漫长的过程 我估计还在几十年吧 这个是呢 非常的不容易 还有尤其是日本的 好多的藏品 它根本不让开 你那这个 别跟我 他连木楼都没有 他不让你 他不让你知道 什么内容 但是还有那个这个 我们敦煌的笔画的数字画呢 也是很 也是很不容易的 但是目前来说 我们把那照片 都可以说都拍完 拍完以后呢 真的要把它做成一个呢 大家就能看 这个数字画东西 也是 也是难度非常大的 太多了 量太大太大了 非常难 张先生 我想问 那个文献 你说 那个现在公布的 应该有七万多吗 那么应该是 一个很长的时间 慢慢收藏的 为什么 那个七万多件的文献 从哪里来的 是不是 比如说我是真人 我自己抄了个金 然后放一本去 还是有人 或者有供养者 他们特别的收着 跟着都藏在那边呢 好 明白了 为什么这么说 比如呢 原来 我们呢 在那个 我们呢 中国一个学者 防光厂 荣辛江 他们原来 就在那个 伦敦的大营的 这个图书馆 在那边编 那个敦荒无线的木楼 那时候 他们在那 待了好多年 是吧 他们编了 七千年 结果是到他们 出版完以后呢 才发现呢 还有一个库房 还放了好多 是吧 最后就变成了 一万三千年 是吧 光厂一个呢 大营图书馆 一下子增长了 他就翻了一倍 还有呢 俄罗斯的 俄罗斯的 开始的时候 我们知道的 就是三千多年 现在变成一万八千年 还是呢 例如我们的 国家图书馆 国家图书馆呢 原来我们收藏的是八千年 后来通过的 在那个 在流离 你尝个到处的 没 没了以后呢 现在变成一万件 日本的过去的时候 基本上是 我们不知道 最后也是满满的 满满的才知道的 在哪里躺着 哪里躺着 是吧 现在是这个 而且在我们的大楼 也是一样的 很多呢 现在我们发现 这个丝绸之路 那个县里 各个县里 博物馆 都是对方 对方协卷 但是过去我们都不知道 对方协卷有个特点 他那个 别的人呢 是呢 他那个 一般人是造不出来的 往那个纸 一看那个纸 一看那个纸 你看我们看人多了 我一看那个纸 八九不离十 一看那个 一到一个地方 一看那个纸 我都知道 这个是敦煌的 这个一般人是造价 造不出来的 还有一个咱们举例说 最近那时候 我们在那个杭州 杭州里有个 一个死人 死人手里 一次给我发了照片 是140件的照片 这照片的 最后的140件 是从哪来的 他们家里 最后是那个 他藏了 那个 那个 地下室里 藏了一袋东西 他把一打开 一打开的 上面是 1944年7月即号的保质 那保质里面 保了一朵的东西 而且很多是恢复文的 很多恢复文的 藏文的 蒙古文的 汉文的 都有一大开口的 最后我们一看 那是标准的 顿黄鞋本 看这个有140件 它一直在增加 还有我们 我们兰州 还有西方饭的 他们家里 也藏了很多 但是他们不让看 他不让看 有时候我慢慢地 才知道 我们现在公布了 公布了七八件 但是实际上他们家还有 它是这样子 所以是私人收藏 私人收藏 慢慢地被发现 对对对 而且在私人藏里 那很明确 一看在上面 有汪宗涵的签名 那肯定是汪宗涵 当然没给他们家的 这个你要看 因为是那唐朝的纸 它唐朝的纸里 它经过这么多事件 它那个纸里 你让我说 我你说 我怎么都说不清楚 我想的 如果是我 那么这个纸 你给我一个 真的一个家的 我妈告诉你 哪个是唐朝的 哪个是真的 哪个家的 但是你让我说 我问我 那就没法你说了 它那个颜色 它那个自己 尤其是那个颜色 一看 它经过千百年 它经过这个变化 它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你没有经过千百年 你变不出来 好 那这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要再提出来 那我们时间呢 差不多了 那非常感谢杨老师 这三次给我们的这个讲座 非常的丰富 也让我们大家学习到很多新的知识 那今天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 那我们呢 那我们呢 就用热烈的掌声 再次感谢杨教授 这两个月 在香港 也感谢杨教授 这么用心 给我们 我也期待各位 方便的时候的 光临敦煌 好 谢谢各位 好 好 非常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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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